這好爽喔 嗨 我是Eva 我們現在在晚上住宿的旅館 我們今天要住的是白華民宿 在這邊 外頭也是古色古香喔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瞧瞧吧 在雪場裡都會有兩道電動門 第一道就是為了防止暖氣逃脫 一進來 他的Lobby 就是這邊有個很棒的暖爐 喔 這裡面超暖的耶 第一次吞暖爐 這好爽喔 像他這一家在雪場 也有提供雪劇租出 在他的雪劇店出租雪劇 可以打七折 所以也是省不少錢 B1是放雪劇的地方 再再來就是吃早餐的地方 早餐是必然慢到九點 我們現在就先去看看他在洗澡的地方 他洗澡的地方就是一個小小的浴池 他的溫泉只花十點 所以不要太晚了 回來喔 好囉 所以現在裡面有人在洗澡嗎 為了進去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房間吧 走吧 走吧 在這裡 小小間的八瓶 我們是三個人一起住 而且 他的Pathwalk 浴衣在這裡面 廁所在門後面 這裡 這裡 簡易的廁所 NO 他不是免吃碼頭 好吧 然後我們的房間導覽結束 今天吃的是白華的家庭料理 這一顆是2500日圓 還有 酪梨 鮭魚 炸雞 甜不辣 還有 Caco 這個是栗子吧 還有火鍋 跟雞肉 煎雞肉 還有生菜 是一個很豐盛的我們一碗 這一道菜是很清爽的一道菜 紅蘿蔔跟甜不辣都甜甜的 滿開胃的 這個是馬鈴薯 就有點像 拔絲地瓜 然後變成 拔絲馬鈴薯 這個滿特別 滿好吃的 外面這一層裹的是麥芽糖 滿搭的 因為還可以這樣吃 這個是 生蘿蔔 拌 金針菇 這很適合 在切換菜的時候 如果想要清掉 口腔的味道 吃這個 非常的油嚼勁 而且很多汁 再來是鮪魚酪梨 把鮪魚切得很快狀 吃起來有點像在試骨豆 好脆 好脆 好吃 這個是炸豆腐 它外面有包 吃起來很像素雞肉 如果把這個偽裝成素的雞肉 應該不會被發現 好脆 好脆 煎雞肉 它上面有薄薄的一層蛋 這樣沒有吃過這種雞肉 吃一下 乾香很香 然後雞肉很多汁 口感不錯 比較像雞腿肉 鮪魚 鮪魚是多甜 甜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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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甜不辣 醬汁很不錯 日期我可以吃 這個湯裡面 看起來很好喝耶 那我們來吃一下火鍋 這個湯的層次超多 因為它裡面有肉 又有海鮮 然後再蔬菜 很好喝 它裡面還有點辣的 再最後提味一下 這個好喝 謝謝 它裡面的豬肉是培根 旁邊的這一層厚厚的油脂很香 不錯 我覺得它整個菜很不錯 像是一個小品 跟以往吃的溫泉旅館呢 晚餐不太一樣 不過也是蠻不錯的 滑完水吃這個 OK 然後芬蘭不會到吃不完 我們白環的晚餐就介紹到這兒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還有分享 記得訂閱Youtube頻道 還有開鈴鐺 才會有最新影片的通知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囉 掰掰 再來白環的早餐 這邊有提供各式的那邊 老日式的咖哩飯 然後桌上這邊就有一個單子 還可以捲料的咖啡 來料 然後這邊 像我們連住四天 每天早餐 就是都會稍稍的 覺得不一樣 全部都還OK 還不錯 所以可以脫妝 大家來的屋子